欢迎来到我们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会即将召开 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将决定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战略 特别关注综合改革科技进步和吸引外资等议题 虽然不太可能宣布大规模刺激计划 但会议的内容仍然备受关注 其次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发现当地超过90%的发品含有有害化学物质 这一发现引发了对产品标识和使用安全的高度关注 肖委会呼吁厂商提供更清晰的标签 并建议使用者在使用后彻底洗手 最后地缘政治分析师马特奥皮亚森蒂尼警告 如果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菲律宾可能会受到波及 由于菲律宾在台湾有20万劳工 任何冲突都可能使菲律宾面临严重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网报在中国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全会上 五大热点问题成为讨论焦点 这次会议将决定未来5到10年的经济战略 特别关注综合改革科技进步和吸引外资等议题 尽管不太可能宣布大规模刺激计划 但会议的内容仍然备受关注 与此同时香港销委会揭露当地超过90%的发品 含有有害化学物质 这一发现引发了对产品标识和使用安全的高度关注 销委会呼吁厂商提供更清晰的标签 并建议使用者在使用后彻底洗手 地缘政治分析师马特奥·皮亚森蒂尼警告 如果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菲律宾可能会受到波及 由于菲律宾在台湾有20万劳工 任何冲突都可能使菲律宾面临严重挑战 星周网中共第三次全会 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习近平向全会做工作报告 并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讨论稿 做了说明 370多名中共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参加会议 会议将在最后一天发表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相关的决定 会议议程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 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问题 习近平强调 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并注重从就业 增收 入学 就医 住房 脱幼养老 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民生领域 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金融时报 上周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 经历了重大麻烦 特朗普差点被暗杀 但幸免于难 继续竞选 而拜登在北约峰会和白宫记者会的表现 仍然无法让人放心 韩国政府似乎正在引美国战略和力量 进入朝鲜半岛 这对中国以及周边其他国家来说 增加了国家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 举行集会时受伤 联邦调查局称 这是一起暗杀行动 但他的勇敢行为使他因祸得福 反而支持率大幅上升 拜登在北约峰会和白宫记者会上多次口误 进一步加深了选民对他认知能力的怀疑 韩国总统尹熙悦和美国总统拜登商定 将韩美同盟的根基 从常规武器升级到核武 并实施核力量与常规战力整合训练 这一行为引发了中国智囊界的强烈反应 澳洲之声报道 特朗普在一次未遂暗杀事件中幸存下来 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美国 也让澳大利亚等盟国感到担忧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 现任总统拜登的去留问题 引发了广泛关注 总统们常常因一些他们几乎无法控制的事件 而受到指责 而特朗普的定罪可能对澳大利亚有着深远的影响 澳洲媒体特别关注这一事件 因为他揭示了美澳两国 在当前国际局势下面临的更大危险和挑战 星州网报道称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在接受马来西亚星州日报专访时表示 国民党支持和平统一 对此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在新北市板桥出席立法院改革说明会后表示 国民党完全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宪法精神是最重要的基础 他强调 国民党永远与民主自由同在 反对台独和一国两制 坚定民主自由的立场 追求全民共同的理想 朱立伦还提到 国民党将组团前往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 表达对特朗普的关心和慰问 并希望建立更深厚的台媒友谊 根据星州网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透露 他在一次暗杀中幸存下来 认为自己本应该死了 他形容这次暗杀是一次 非常超现实的经历 并在飞往密尔沃基 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飞机上 接受了采访 特朗普将在大会上 被确认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报道称 特朗普右耳还缠着白色绷带 他表示这次经历 让他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可思议 韩联社 韩国总统尹熙悦宣布 将中南部五地化为 特别灾难地区 这些地区包括中青北道永童郡 中青南道论山市和疏川郡 全罗北道丸州郡 庆上北道阴阳郡立颜面 这次暴雨洪涝灾害导致了严重的损失 政府计划在月底前 对其他受灾地区进行调查 并可能追加华社特别灾区 化为特别灾区后 部分重建费用将由国家承担 灾区居民也将获得灾害补贴 和公共事业费减免优惠 韩联社 韩国总统办公室一名高官表示 无法接受在野阵营推进的 弹劾总统尹熙岳请愿听证会 称其为违宪和非法 国会请愿平台国民同意请愿 官网上有关弹劾尹熙岳的帖子 已经获得超过百万人的支持 满足了国会审查的条件 尽管执政党国民力量强烈反对 在野阵营的共同民主党等决定 将在本月19日和26日 举行两次听证会 并安排尹熙岳夫人金建西 和岳母崔银顺 作为听证陈述人出席 星州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宾州竞选集会时遭枪击 他预袭后 振臂高呼Fight的照片 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 这张照片被认为是特朗普人生Shot 记录了他在枪击事件中的坚毅形象 特朗普曾多次登上时代封面 这次的照片也被视为历史性时刻 许多牧师在主日崇拜中 将特朗普躲过枪击 归功于上帝 认为这是神的眷顾 共和党政治人物 也纷纷表示 这是上帝保护了特朗普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哇 creative Ride the way, don't miss the day Market's moving, never steal Cash in hand, it gets a thrill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Pay the price, no matter the cost Traders lost at 9 to 5 In the numbers, we all thrive Interest rates, they steal the show Up and down, they always go Recession tells, inflation tells Smooth and rocky market trails Pass and bulls, they eat the dance Every move, a risky chance Market's moving, never steal Cash in hand, it gets a thrill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Pay the price, no matter the cost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Smooth and rocky market trails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Pay the price, no matter the cost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A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